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晚繼續開市 美股昨晚假期休市 港股今日輕微低開的行指低開18點 之後就下見21.30全日最低位 都守著21,000之後就掉頭回升 下午升幅進一步擴大 最後以全日最高位21,415點收市 升了291點 升幅1.4% 成交今天就大增到2,456億 另外國指收報7,417點 升了162點 升幅2.2% 而科指就升了132點 收市報4,484點 升幅超過3% 想問Ivan今天指數牛紅症的資金流 有什麼的變化提到呢? 今天如果你說看指數牛紅症的資金流的話 上午其實都有多少資金入場去買牛症的 下午大市就順利突破了21,300這高位的話 看到慢慢就多一些資金入場去買一些紅症 收市大市因為今天都有一個MSCI的成為股的變換 指數和期指方面來講 就是日中的高位收市在經價時段之後的時候就抽高的 接下來就看回大市 都叫做突破了五月份方面的高位 就去到11,300這些位置 先前幾次就預算了 今天收市就叫做剛剛突破了這個位置 都想問一下師傅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下午末段的時候 都多一些資金入場去開一些銀仓的 但是股市跟股市有一點點突破 那在銀仓方面的策略上你會建議大家怎麼看呢? 我前天或者昨天 昨天那個恒指尾突破五十天線 昨天就已經說六月就會看好一些 甚至預期就會有力去嘗試一百天線 一百天線在二萬二千一百六十點的位置 那如果昨天剛剛突破五十天線去做淡 或者今天去做淡可能短期會被人夾 因為我自己就看六月 起碼這一段 不敢說六月由頭升到尾 但是這一段剛剛升破五十天線 RSI已經創了自今年二月初以來的新高 動力增強和成交 你撇開說今天MSI那個換成分股的因素 早兩天成交都多了一些 平均都是一千二億 所以短期的市勢 就要先上市高位做淡的 應該要回避一下 或者根本就暫時不應該逆勢去做淡事 看回過股方面 今天看到科技股升了超過3% 其中美團星期四公佈業績 但是看到這兩天都肯有資金 肯在業績之前去追捧美團 今天美團以差不多全日最高位收市的收187元 升了11.9元 升幅達到6.8%的 是否資金都是做很多還是大很多呢 其實看回美團 今天股價都是有個大成交之餘 也終於突破了 我們之前一直都在說 175元到178元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區 在4月底到5月份 其實曾經是三四次挑戰這個位置 武功而還 然後有個回落 但是今天似乎是突破平頂三角形的走勢出來了 後市就看回股價可不可以在業績前 可能挑戰200元的水平 但是都要留意一下 如果說這次在業績前 已經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突破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拿到業績後 最主要我想要看回你對這份業績的看法 因為先前幾隻科技股就是業績後出來 沒那麼差的情況下就夾升了 這次反而就是美團那個股價 就是在業績前的時候已經做好了 今天我們看回資金流 會是看到加淡倉的資金額 都還是比較多一些的 那既然這個股價如果真的看到有一個突破的話 可能要考慮就是明天的股價再升 去到比如說可能加回200元左右的水平的時候的話 去考慮淡倉的直播率可能就會高一些 現在你說現價來講 去做淡倉的部署的時候的話 都要小心在業績前會不會將一步走高 嗯 近早兩天的表現就比較落後 今天就開始叫做跟上一些 今天收市部362.4升12.4升幅 3.5% 收市場就輕輕升穿50天線 那些50G時間就在359.5的位置 騰訊方面的卵政資金流有什麼變化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回騰訊方面的資金流的話 那它的股價呢 就今天去回到這個360元的樓上 美市的時候就抽高了 其實今天呢 全天都比較多時間 就是360元左右的水平去上落的 似乎就有一個追落後的情況出現了 看回整體那個科技股的時候的話 是不是可以進一步推動那個港股向上呢? 有一點點就是突破這個下降三角形的走勢 但是如果你說幾隻科技股來說 暫時就是美團方面比較強勢一些 如果你說看回騰訊方面 好倉方面的資金大部分都是以獲利為主 雖然昨天看到一些大小的資金 開始搏吹落後 但是都要看回那個動力是否足夠 今天如果你說因為MSCI那個變換的時候的話 那個成交上面就會比較大一些了 嗯 車股今天繼續有資金追捧 謝祥誠說升超過7%的 比亞迪都不弱 今天都繼續創出這個月內的新高 最高也是以傳人最高位280元收市 升了5元升幅1.8% 許論證那些的資金看到有什麼暴存呢? 是的 如果你說看回這個比亞迪的話 那個股價就是在今天 都是可以是突破了275元 那275元 師傅之前都一直提過 就是一個比較關鍵的阻力 但是如果說突破275元的話 有機會可能再一步推高到 可能就是29、300元左右這些水平 那今天就突破了這個275元的 不過如果你說成交上面來說的話 今天的成交反而吸不到昨天的 走勢上面來說的話 雖然都是比較強的 還有資金流方面 仍然都看到比較多資金 就是在看好那邊多一點的 但是師傅你怎麼看呢? 擔不擔心成交上面的動力不是太夠呢? 那個RSI呢 但是都有71元的 就是它不是說有一點小貝池 但是小貝不代表它就沒有力升 只不過是升那個的速度就會慢一些 就是你看到這陣子它升那些陽足 和上一個升浪由5月10號開始到5月23號那段 那段枝枝陽足都很長的 但是最近那些陽足的足身就相對短一些 和陽足中間呢 又夾襲著一些小陰足 那就是代表它的趨勢還是向上 只不過就是好像我們跑步那樣 還是向前跑著 但是呢 那個步裡就不是說很大步 而是因為可能 那個力不是很快 那個步裡就縮小了 那你平時跑兩步就可能去到一段距離 現在要跑三步四步 才跑到同樣的那段距離 那只要不跌穿十天線呢 我覺得就問題不大 或者你可以 所以十天線現在就在大概266元那些的位置 另外呢 就今天成交多了 不過都是因為MSCI的指數 更換成份股那個的因素 所以對廣交所的股價呢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刺激 因為廣交所的高位都是受制於340元的阻力 收就收339.2 升得過異升幅0.4% 廣交所方面它的卵證那個資金流 有什麼變化提到呢 是的 如果你說看回廣交所方面的資金流的話 今天都有少量的資金 就入場去做一個好倉的 主要我想都是衝敬大市 走勢上面似乎轉強了的話 有機會就是撤回廣交所股價的表現 不過呢 它的股價其實今天就不見太多資金去部署了 反而就是現身工具有些投資就去搏 始終就看到廣交所方面的股價其實今天呢 都是比較牛皮一度是倒下跌過的 去到美市的時候的話 經價市段才走高 那接下來我想都是看回 如果大市能夠再一步向上的話 留意港交所有沒有突破350元的機會呢 現身工具方面來說的話 如果真的看到向上突破的趨勢 可以考慮一些 就是進取一些的部署 嗯 好 最近都很多人問中移動的 但我都說過當市升的時候 他就沒有運行 要市跌 他發揮過避險的作用 股價反而是會表現好些 市升就充其量都是定住在這裡 今天中移動收市是完全沒有起跌的 收50.6毫半 但是他在卵政方面的資金能 有沒有增加或者減少呢 是啊 那看回中移動的話呢 其實他的股價呢 今天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的話 其實反而就吸引了一些資金 入場就買這個好倉的產品 可能這些資金就會覺得 他看他的股價 可能在50元的水平整固之後 有機會稍後是有些追落後的情況 所以看到牛證和Call 其實今天都繼續有些少量的資金 是做一些好倉的部署的 好 講到這裡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回來第二節的時間了 看回大市今天突破了2萬3百點的阻力維修市 不過是否站得穩的話 都可能需要看回美股今晚服事之後的情況 可以帶動到港股上一步向上 今天看到牛證資金流 牛證方面是多一些資金入場追捧 暫時看到就是因為大市政比較急的話 那些投資者都是做一些換馬的動作的 牛證上面如果想做換馬的動作 可以參考明天我們新上市的牛證 分別就是有恆子牛證編號 61673以及61677兩隻的恆子牛證 都是明天新上市的 61673收回價是2萬6897點 1萬對1牛證 至於61677收回價是2萬550點 也是1萬對1的牛證 至於看淡的話可以留意熊證的選擇 分別就是有這個50416和69281 50416這就是恆子熊證收回價2萬1850點 1萬2對1熊證 共幹比率28倍 至於69281 收回價就是2萬1950點 1萬2對1熊證 共幹比率就是24倍 至於如果說看認股證方面的產品的時候的話 看好的恆子的營購證選擇 可以留意有15611 行使價2萬2千100點 今年的年底到極確 實際槓桿比率是8.6倍 PUT方面的選擇可以留意15842 行使價18600點 今年10月底到期的PUT實際槓桿比率 就是大概7倍的 今天最強勢的一隻科技股 應該都是首堆美團 在星期四出業績之前 都已經是偷步上升 終於突破了178元 阻力位和一條100天線 今天就以187元高收的 美團在業績前的卵證可以怎樣部署呢 美團的話 其實看回它的股價 今天就是有一個突破 突破了178元的密集區 如果看好它的股價 在業績之前有機會 就是做一步走高 握回200元的水平的話 可以留意應購正選擇 有一隻16129 16129這隻美團call行使價 209.08% 今年9月底到的call 這個call實際上 比率大概是4.6倍的 相反如果看淡 我覺得美團在200元附近的水平 的阻力都可能比較大 我想做一些後高看淡的部署 可以留意應購正選擇 有一隻2000 2000這隻美團call 行使價148.48元 今年的8月中到期的call 實際公關比率大概是4.3倍左右 另外如果美團方面 看好看淡想用牛紅證 也可以留意一些部署 首先牛證方面可以留意 有隻61653 明天新上市的美團牛 收回價是161.08 明天新上市可以留意它的表現 如果看淡的話 可能就參考一些 200元樓上收回的紅證 可以參考一下 例如有隻63040 63040這隻美團紅證 收回價是208元 這個公關比率大概是6.6倍左右 騰訊今天收回價 都輕輕升穿了一條50天線 看看可不可以站穩 50天線繼續上升 它的論證看好和看淡有什麼選擇呢? 騰訊的話 看到股價今天就能夠站上去 50天線的水平樓上 看明天是否可以繼續站在50天線樓上 如果看好 你覺得騰訊後市有機會是追落後的話 call方面的選擇 可以參考一下這隻就是13681 13681這隻騰訊call 行使價430元2號 今年9月份到期 實際的公關比率 大概是8.9倍的騰訊的業績 就是13681 如果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POOT方面的選擇 也有這個12418 12418行使價280元 今年9月份到期的POOT 實際的公關比率大概是6.9倍左右 12418這隻就是騰訊的POOT 至於如果看回牛紅症方面的產品 牛症方面的工具 騰訊看好的產品 可以留意明天新上市的牛症 有隻61628 61628收回價338個8號8 明天新上市的產品 至於淡倉方面來說 可以留意熊症方面的產品選擇 例如 65233這隻騰訊的熊症 65233收回價是387元 這隻熊症提供的公關比率 大概是11倍左右 因為近期的走勢 可以用慢火煎魚來形容 慢慢慢慢的爬升 今天又升到280元 創了這個月的新高 比亞迪的卵證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比亞迪的卵證的話 看回它的股價 就是今天有些突破 近期都會是比較多的資金 留意一些看好的部署為主 如果繼續看好的話 可以繼續考慮一些 牛症換碼的策略 明天新上市有隻比較貼價 高槓桿的比亞迪額 61650收回價是261元 至於淡倉方面 可以先參考一些300元 在樓上收回的紅症 可以留意有隻5753 5753 5753這一隻的比亞迪紅症 收回價303元 公關比率是9.2倍的 牛症選擇是61650 紅症可以留意就是5753的 港交所昨天的股價最高 最高見到344.4 都仍然受制於50天線的阻力 50天線今天就在345元的位置 港交所的冷靜 看好和抵達可以怎樣選擇呢 港交所的話 其實看回那個股價 今天就是微升 但是今天其實它的股價 走勢相對大市來說 是比較弱一些的 雖然大市見到走勢似乎強了 但是它今天比較大的 長的街逆時段 都是有一些微幅走低的 如果說拍好大市可以再升 街市就是港交所的股價 可以追落後 可以留意一下 call方面的選擇 就是有一隻11524的 11524的港交所call 行使價371.08元 今年9月份到期call 實際的公關比率 就是大概10倍左右 至於如果說看好 想選擇這個牛症的產品 就可以留意一下 有隻62243 62243這一隻的 港交所的牛症 收回價就是318元 公關比率提供到差不多14倍 至於看到股價始終是不突破 甚至可能大肆掉頭回落 回頭想選擇紅症的產品的話 也可以留意一下 比如港交所的紅症 比如說這隻66546 66546這一隻港交所的紅症 收回價378元 公關比率大概是7.7倍左右 這隻港交所的紅症 上一節就說到中移動 因為最近的市勢向好 反而它就不是還不走的 因為都是要個市況明朗 發揮個避險的作用 但是如果等它突破的時候 然後想選擇它的紅症又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啊 今天看到繼續有些資金 就是流入它的好倉 如果看到中移動 比較貼價的call的選擇 可以留意一下這隻的18888 行使價是$53.05 這隻call今年的10月底到期 實際的公關比率是9.8倍的 18888這一隻的中移動的call 相對來說 如果想選擇這個牛症去做部署的朋友 也可以參考牛症的選擇 有這隻的66913 66913收回價就是46.88 公關比率大概是11倍左右 好 講到這個時間差不多 今天提到股份Hython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 拜拜